我说的,是我唐正说的,我一直用这些话在说服别人 看自己喜欢的剧,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呢?哦,对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胖妹 看剧怎么不吃点卤味呢 所以今天我买了三斤的鸭掌和五个鸭脖 我们今天做一个粥黑鸭来吃 这个鸭脖和鸭掌一定要麻和辣 所以我准备了很多的干辣椒和花椒 还准备了很多的大料 八角,桂皮,香叶,草果,肉扣白尺,小花,小茴香 准备一些葱姜萨干辣椒,回家开始了 冷水下锅 把这个鸭掌和鸭脖炒一下水 再来点料酒,去一下心 大火煮出血沫 撇去表层的这个脏污 再捞出来清洗干净 热油把豆瓣酱给炒香 炒出红油 这样吃起来颜色非常的好看 这样滷出来的鸭脖颜色好看 加入所有的废料一起炒香 香 再下入鸭脖和鸭掌炒至上色 你看这个颜色多么的用 此时加水给它炖上 水慢过鸭脖和鸭掌就可以了 再来一块老冰糖 再来点生抽和老抽 不要为了提鲜和上色 来食盐,胡椒粉 再来点高浓度的白酒去腥 大火煮40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吃锅了 香 看,这就是我想要的颜色 这一锅经典卤味就算是做好了 再来点小葱让它更加的完美 这样我这迷人小卤味就做好了 先来尝一个 先吃个大鸭五 嗯,它吃的时候有点甜 咀嚼咀嚼以后有点辣 吃完以后感觉还嘴上还流有鱼香 这个卤味不仅是热的时候吃好吃 凉了以后吃,味道会更加 哎呀 忘了忘了 这样吃又能把我的手弄脏 给它擦一擦 这次我可学聪明了 我准备了一个手套 这样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手会脏了 可以吃个过瘾,吃个尽兴了 再来一个鸭掌 煮的相当的入味 如果大家有时间啊 一定要在家卤一点 饭后当个小零食 看个电视剧 啃着这个卤味 给你点个赞 我今天弄得多 等下吃不完的时候 等到我看电视剧的时候 边吃边看着好爽 再来一个 越吃越想吃 我感觉要是夏天的时候 配这个啤酒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下酒菜 你越吃它越有味 停不下来 我感觉我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买到鸭头 要是对待你们一起卤 肯定吃起来更得见 吃的我辣的鼻子都下来了 这个晚上当夜宵 看剧的时候吃两个 绝对爽 哎 根本是停不下来 这剩下来的就不吃了 你在晚上追剧的时候 拿出来慢慢的享受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方位 今天给我们家桃树 吃一下肥 小样 打去快中 一个洞一手 一个树通常都四个洞 这样子长得快 这个复合肥像不像家里的那个西米露 我在这里试肥 大洋在那边挖洞 你快点挖 都跟不上汤了 你 哦 哈哈哈 你掉肥不费劲 你挖这个看看 都是苏根了 费劲是什么 这十斤 爸爸我把那块子那个吃的肥给它干干 我回家烧饭了 哦好 嗯 不干了肥会滑点 我都干 差不多了我走了 回家上班了 这个黑鱼的刺少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骨头和肉分离 虽然这个前面的做法跟酸菜鱼差不多 但是可不是酸菜鱼哦 把这鱼肋骨刺给削掉 把这个鱼肉片成片 我这个刀工越来越好 你看好薄呀 搞定了 把鱼肉腌制一下 一勺食盐 来点料酒和胡椒粉有效的去腥 再打入一个蛋清 这样鱼肉吃起来非常的嫩 再撒一点淀粉 抓住均匀 腌制20分钟 再准备三个西红柿 再把西红柿给刀切丁 煎热油啊 把这个鱼骨给煎一下 鱼骨煎好以后 给它盛出来 把西红柿炒出汤汁 西红柿炒至这样 有汤汁出来 就可以加水炖了 下入鱼骨 葱姜蒜和干辣椒 加点老抽 给它上个四 加点生抽提个心 加点两个香菇 炖20分钟就OK了 水开后下入食盐 这个炖鱼的时间还有点小冷呢 我把瓜子给传上 下入鱼肉煮5分钟就可以吃了 这个菜籽的颜色就不烙 够好看的 好烙吧 嗯 我知道你爱吃鱼头 我都没有多看 哎呦 这都这么可惜了 到底今天没敢提了我 哈哈哈 我知道你今天累了 嗯 喂 哇 真的是时光煮成味道 美味流淌新鲸 真不错 好 哎呦 还有温饭呢 那必须的 你用西红石烧得出来的这个汤鲜吧 它正挺鲜的 这三斤的黑鱼啊 冻至一锅 我感觉我连这个汤汁啊 都能喝掉 先来一碗 你也来一点 嗯 过一碗 来 嗯 嗯 那那个 真鲜 这鱼片吃起来更冷 嗯 一见了嘛 嗯 鱼片吃起来就更冷 很冷 我们先把这个鱼肉给吃了 等下下个面条 嗯 哎呦 哎呦 今天吃带劲了嘛 嗯 这个黑鱼啊 女子少 小孩子吃不容易卡到 大牙 实际劲了 马上就下面条了 下面条 嗯 这样用力擀 我倒有肉都烙了 嗯 可以打蘑菇了 放点这个青菜 嗯 下点面条 边吃边等 啊 舒服啊 快吃 哎呦 那你吃小心糖 我饿了 我的妈 嗯 今天出离了 这样一锅炖 不定 饭也有了 菜也有了 连汤也有了 可以吧 不得不佩服低一点 胖子你再吃吃一放 确实贵 造衣还是满身 这起码比我强 你这不是一鱼散吃吗 是的 上次忘了没 你咬点痛 嗯 没人过信了 吃吧 你咬咬咬 嗯 嗯 好 还有个小惊喜 还有两块鱼肉 那你不走时 我感觉这样吃啊 跟火锅差不多 吃完以后 身上都暖和和的 嗯 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 要不然天官黑了 是不是还打算去干两个小时火 是的 笑话笑话 我还得再来一碗 你给吃了 我也得再来一碗 嗯 都吃饱 还想再吃一碗 真的太好吃 烫 你吃得不烫 刚刚好 我吃了点汤 我喜欢有一点微微的烫 吃起来很舒服 我吃好了 你慢慢吃吧 喜欢这种吃法的 可以在家试一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